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广告学 同学们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广告媒体的第三部分 我们这个部分要讲的是媒体创意与广告预算 那这一部分我们要谈到一些 如何应用媒体的创意 让媒体的露出更具有创意 而也不一定要谈到媒体预算怎么的安排 那首先我们就谈到媒体的创意的部分 所以媒体创意也就是把媒体的安排 透过有创意的方式来把它呈现 所以媒体的创意我们可以从平面 从电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接下来说明 那媒体创意我们来看一下 从平面报纸来看的话有烟囱形的广告 烟囱形的广告就是利用报头 报纸的报头下一个L型 倒过来到全CP的一个L型广告 好像一个房屋烟囱一样 这种烟囱形的广告可以让消费者 读者在看报纸的时候 它的视觉会碰到那个烟囱而对我们的广告 产生注目效果 虽然它才L型的一个版面 可是它可以达到全页广告的效果 这种经常被用到报纸上面 那另外特殊尺寸的广告 比如说在报纸上它某一个部分 它不是用半页也不是用四分之一页 而是用把一个L型去掉 剩下部分留下斜线部分的广告 这种叫做特殊尺寸的广告 另外有一种广告也是对称型的 比如说左右对称的 比如说用左右两旁的是广告 中间摆的部分那是文字 那是报纸的内容版面的内容 另外可以上下的部分 上面是广告底下是广告 中间部分是什么 是文字的内容 待会我们看到有一个日本的广告 也就是采取这种的 另外有一种是不规则的 左右不规则的 那这种不规则既然是不规则 它的形式就不一而组的 所以它不规则是按照左右不对称的 右边的部分是广告 左边的部分是文字的编排 这些必须在你编辑的时候 跟编辑部门的人 特别做一个很巧妙的安排 那这种编辑好的话 它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突出的效果 Nike就曾经用了很多的特殊型的广告 达到很不错的一个广告效果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媒体广告无往不利 媒体广告创业是无往不利的 比如说万宝路 我们都知道香烟在很多的国家 它电视不准播广告的 所以万宝路包括Mile 7 有很多的香烟烟草公司的 那个烟草公司 它就推出系列的商品 比如说万宝路有衣服 有那个手表等等 它在透过广告手表的方式来出现 然后另外万宝路也赞助什么呢 赞助那个赛车厂商 F1赛车厂商 然后它在赛车厂商上面弄一些logo 然后它在赛车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标记 所以这个我把它归类为挂影头卖狗肉的方式 那像这种烟草公司 依附在手表服装 其他商品的广告 这种屡见不鞋 这种也是媒体的创意 可以突破那种法令上的一些规范 另外有一种是像F1赛车 豪华手表 另外还有本田那个喜美的赞助 它本田喜美的这种方式 另外呢 英国银行 它用悲观跟乐观 两个关联两边站 那它呢 在新上市的时候 这家银行呢 它没有很多分行 所以它就选择英国两个收视率最高的 一个叫C1 一个叫做C4 一个叫做那个ITV 这两个节目来看播广告 同一个时间开始 然后一个台播乐观的观点 另外一个台播悲观的观点 结果呢 大家拿着遥控器不是避开广告 而是追广告 看乐观怎么说 悲观怎么说 乐观怎么说 来追逐这种广告 所以达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效果 在新上市的时候 让它的知名度呢 很快地提高到80%几的知名度 所以这种叫做乐观悲观 选择不同的节目 在同一个时段播出 而让消费者去追逐广告 这种呢 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电视上的一个安排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底下的一些广告 还有呢 斯蒂麦可香塔 他老是要安排在第一支 他的广告只排第一支广告 也就是说他的广告都是用一种很特殊的表现手法 用意识形态的表示手法 表现手法 让大家还没有看清楚那支广告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广告 已经到广告出现了 所以呢 当大家来不及跳台 大家来不及离开那个现场 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已经接受到广告讯息的 所以他只要每一档 每一个广告只安排在第一档的第一支广告 这也是一个巧妙的一个安排 保利达 他自重视工人发新的日子 每个月的10号20号发薪水 他就在那几个期间呢 特别密集的安排广告 所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另外普利勤呢 善用广播 这个我要说明一下 他在台中地区呢 曾经呢 在有DJ 在广播播音员 在call out 去找什么呢 找那个店长 因为他找店长来干嘛呢 来播报路况 请店长出门来播报 他做了位置的路况 店长就站在他的普利勤的那个 那个店门口呢 在播报说 我现在做的位置在哪里 哪里的叫沙路口 现在播报路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播报路况呢 他立刻有主持人来访问他 你说水箱怎么保养 这些汽车专业的问题 所以他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 他告诉人家 他的门市的座位的位置 第二个他告诉人家说 这个店长很有 具有保养汽车的专业水准 所以他也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是说 可疑有不可求的一种媒体创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东远用除湿机的广告 很多房地产广告呢 都利用礼拜六礼拜天来看播 但礼拜六礼拜天不见得 每次都天气好 但天气不好的时候呢 东远除湿机呢 他就要年初的时候跟电视台谈好 如果人家不要的 那天房地产要抽档次的 他就把它递捕下来 他用年度来做一个安排 所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因为除湿机刚好是利用天气不好 来播放除湿机 是最好的一个湿机 所以东远除湿呢 只上气象广告 而且只上那个天气不好的 福特呢 他的户外招牌呢 制造了很多的话题性 像那个 他说 Lose Escape走出来的 他就在那个墙外 登了一个广告 然后呢 爬墙的那个轮胎印 让人家造成媒体的报道 造成一个议题的话题的效果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制造话题的效果 大乐透 他甚至也透过一个户外墙上的广告 来征婚 说小林嫁给我吧 让大家来悬疑老半天 到底谁是那么有钱 然后用那么大的版面来征婚 最后呢 答案揭晓了 是大乐透 如果你中了大乐透 你也可以这么的浪漫 所以原来是大乐透的广告 来造成悬疑的效果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广告的案例 媒体的案例 这就是福特用那个爬墙的 把车子爬到墙上去 那让人家看到那个爬到墙上这个广告呢 在墙上爬到这边 轮胎爬上去 达到一个注意的注目的效果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另外呢 这是就是爬墙那个 然后隔了不久以后 就把这个车子拆下来 然后这边挂了一个banner 一个红色banner 说赫小马哥定走这一千台的 福特Escape 路是Escape走的走出来的 就跟他的主题来呼应了 另外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就是什么呢 小林嫁给我爸 他利用这个小林嫁给我爸 好像看起来很浪漫很悬疑 但大家不知道他到底是何所指的时候 最后答案中也揭晓了 原来这是什么呢 大乐透的广告 那大乐透的广告是说什么呢 中大乐透你也可以这么浪漫 你这大乐透的广告 所以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 那至于呢 在大乐透旁边有一个华达定 那到底是华达定广告 为什么在那边当订灯泡吗 是给小林男朋友吃的吗 结果都不是 原来他是给对接的警察 喊不出声音的时候 他就可以来吃这个华达定 所以这都是非常有趣的户外广告 那我们这一段呢 就播放到这地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待会再见 好 接着我们来看其他的创意 包括毅力信 毅力信呢 他把他的那个广告呢 藏生在什么呢 报纸底下的报头下 联合报中国时报中 报头底下 他藏了一只手机 那藏了72个小时 三天前就开始播放 这个手机开始在通话了 通话中通话中 一到三天以后 连续说这个手机已经通话了 连续通话72小时 仍然还有电 所以这是一个 表示他续航力很强 另外呢 马来西亚有一个香皂 中染香皂 要推出新的香味的时候 他在前一天晚上 先到报社里头去 放那个香料 把所有的油末都倒进这种香味 第二天香味弥漫 整个报价 所以拿到报纸都说 奇怪这报纸怎么有味道 有香味 结果看到第一版的广告 广告版面写着什么呢 今天你在这份报纸 所闻到这股香味 正是中染香皂的新香味 所以这种渐报 温香渐报的广告 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 还有分类广告 也可以达到一种妙用无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一些分类广告跟捷印广告的一些有趣的广告创意 还有车体的广告也是不用拘据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车体的广告 车体的广告 上面这张车体的广告是什么呢 是那个砖厂 一个建筑商卖砖的砖块砖厂的广告 它整个移动起来就好像一面墙在移动一样 你会看起来说一个墙怎么在移动 原来那是一个砖块砖厂的广告 底下这一张是什么呢 是一个那个时代日报的广告 它说掌握时间掌握时代 age age就是一个报纸的广告 你看这些报纸 你就可以掌握全球的卖动 掌握卖动 所以它把整个车子包裹起来 当然台北市现在的车体的广告 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才多支 但是这几年前就有这样一个创意 实在不简单 然后另外底下这个广告呢 是一个水上乐园的广告 底下是小朋友的脚 游泳的脚 上面乘客的头呢 是变成小朋友的头 所以一上一下相互呼应 搭配成一个有趣 有动态的这样一个广告 所以达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效果 然后再看一下 上面那个广告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狗飼料的广告 它说顶尖品种推荐专用的 保禄狗飼料 它把乘客的头呢 当成狗头 司机头也是要当成狗头 那那个狗的身体呢 就变成画面的部分 车窗的部分留给狗头 留给乘客来当狗头 那这个呢 也是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 在底下呢 我们来看底下那张广告 是国际牌的一个广告 电池的广告 它呢 看起来那部车 好像玩具车一样 整个公车就像玩具车一样 整个公车呢 就是有两颗电池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广告 那个广告呢 好像整个车子就有两颗电池 来推动那个车子移动一样 所以那个会达到电池的强效 你就无言而喻 你就可以看出这种 我们回到画面来看一下那个车体的广告 车子的广告呢 是你看两颗电池就移动这部公车 可以看到那个公车呢 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受着这两颗电池 就来让它移动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车体广告的画面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个一些捷运广告 我稍微说明一下 在香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捷运广告 是一个Lamber的人寿保险的广告 它用一个红色的底 用个白色的字写得非常小 小到你必须要踩在月台的前端 才能看到那个字体 那字体小到不行 你一定要睁大眼睛来看 不过你当你睁大眼睛看的时候 你吓一跳往后退三步 因为什么呢 那上面写的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你这么快就需要人寿保险 要看清楚这个招牌 不要走太远 要往前再看一步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你这么快就会需要到 用到人寿Lamber人寿保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恐怖 而且非常惊险的广告 可是它的效果却是非常好 所以这是捷运广告的部分 至于分类广告的部分呢 我在我的书里面有看到 有一个长颈鹿的广告 用头部 上半段用头的一小段 显现出长颈鹿的头部 底下是一个长颈鹿的脚 然后有一部风链汽车在底下走 它说中间部分脖子的部分 通通是由分类广告把它盖起来 所以这个广告也达到了很有趣的效果 只用全山的版面跟底下的广告 全史的广告可以达到全页广告的效果 还有一个广告是国际牌电坛的广告 它上面是写一个上 底下写一个下 上是什么呢 在我书上有那张照片 上是写一个电坛可以你趴在上面 你坐在上面当什么呢 当暖 暖电子用 下是你可以盖在你的肚子上 当什么呢 当被子用 所以那是国际牌电坛 一上一下 向后呼应 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分类广告的一个妙用 所以分类广告也可以妙用 捷运广告也可以妙用 然后车体广告更可以妙用 那这些部分呢 我们就先介绍这个地方 底下我们就要跟各位介绍广告媒体预算的一个安排 我们待会再见 谢谢 同学们好 我们来到了第三段 第三段就是要跟各位介绍呢 广告预算的编定 以及广告预算的控制 这部分呢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就是说 已经有广告制作了 广告表现了 那广告媒体安排好了 我们要花怎么样钱 用多少钱 把他广告看播出去 所以这一部分呢 就是讲到钱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就来进行广告预算的一个控制 到底什么是广告预算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广告预算到底是什么 广告预算的定义 当然是钱了 当然是钱 那广告预算呢 是一个企业机构等广告组 为了要他的商品 或是他的服务 在市场上的开发 或是维持市场地位 等等目的 为广告所投入的预算 通常称为广告预算 换句话就是钱 钱花在广告上面的预算 那广告预算的项目呢 不一而组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不过讲起来 大部分归纳起来 不外乎几下这几种方面 第一个是有关广告媒体 刊播的费用 也就是你利用电视的媒体的版面 电视媒体的时间 把媒体把广告讯息刊登出去 所需要缴的这种媒体的刊播费用 这是刊播的费用 就是媒体费用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为了要刊播那个媒体 你要去制作 不管是制作广告影片也好 制作平面广告也好 印刷一个小册子也好 这些广告制作印刷 以及表现技术的费用 通常称为叫做制作成本 刊播成本 制作成本 这里面含什么呢 字板 电脑动画 CG Computer Graphic 喷修 指形 等等 还有影片拍摄费用等等 还有广告管理费用 广告管理费用通常是指什么呢 广告管理 当然就讲广告效果测定了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广告目标拟定 跟广告效果 所以这一部分大概会跟 下一讲是有关的 所谓广告效果 广告调查部分 广告研究的费用 广告管理的费用 那还有杂费 杂费是指什么呢 如广告材料的搬运费用 涂窗 展示费用 产品发表会等等 这些广告的费用 管理费用等等 杂费等等 另外广告预算在拟定的时候 我们要几个重点 要去check list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目标市场 到底是在哪里 目标市场的规模 以及目标市场的潜力 到底有多大 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 潜在市场的性质 以及地区分散程度 它按照哪些地区 来做一种分散的情况 第四个 目标市场之品牌占有率 以及竞争关系 品牌忠诚度等等 第五个 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 竞争者的动向 以及竞争者的广告策略 广告费用 竞争手段 包括产品品质 价格 使用方便性等等 还有媒体应用 以及广告表现的形式 我们到底选择哪些媒体 我们的表现形式是理性还是感性的表现形式 还有目标销售额 我们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销售额 目标数量 以及销售的利润 还有我们要从财务的立场来考量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负担能力 最后我们要从产品生命周期 以及差异化来加以分析 我们产品目前所在的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 另外就是市场的区隔情况 以上这几点呢 我们在做广告预算之前 你必须要厘清这几个项目 所谓的check list 也就要厘清这几个项目 根据这个项目来作为后面广告预算拟定的一个基础 我们代表一一来说明广告预算的拟定的一种方式 首先广告预算编列的方式呢 第一种我们叫做销售定律法 销售定律法 也就是我们按照销售的某一种固定的比率 一定的比率来提出作为广告预算的 这里面还分成销售百分比法 按照销售量的百分比 金额的百分比来作为提拨为广告预算的 叫做销售百分比法 有些是固定百分比 有些是变动百分比 固定百分比就是产品已经到了很成熟了 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你每年提拨的比率都很固定 叫固定百分比 变动百分比通常在导入的时候 产品会有一些变化 它的金额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你必须要采取变动百分比法 这叫销售百分比 另外呢是销售单位法 销售单位法就是 你一部车比如说抓五千块当广告费用 你有两万部车 你两万乘以五千 就一亿元的广告费用 这种叫销售单位法 销售单位法指引先用 那种单位比较明确的 比如说像车子啦 汽水啦这种单位很清楚的 几打几瓶几量很清楚的 这种才能够利用这种方法 另外呢 第二种叫做主观编略法 主观编略法顾名思义是很主观的 并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第一种是无从众也 竞争对象比照法 按照输人不输政 按照竞争对象的 他的金额来作为一种对照的 另外支付可能率法 量入为出法 也就是你有多少钱 做多少事量入为出法 第三种是任意 经验任意法 随心所欲 按照你过去的经验 随心所欲你来安排 并没有一定的一个基础的 所以这种三种都是主观编略法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叫做什么呢 另外一种方式叫做客观编略法 客观编略法呢 通常有三种 一种叫做市场占有率法 市场占有率法呢 是按照什么呢 按照目标市场占有率 通常叫做J.O.Packham J.O.Packham是一个人 他曾经指出 当你的产品是后推的产品 是新推出的产品 对不起 你是新推出的产品 你想目标在市场占有率 占有多少目标占有率呢 你必须你的广告占有率 必须是市场占有率的两倍 市场占有率的两倍 那另外一种S.O.V.S.O.M.法 通常叫做Sapson 率送法 也是一样 通常讲起来就是说 因为新的商品 你是从来没有广告过 相较于那些市场上的 既有的商品 别人有累计的作用 所以别人的广告费用呢 可能有一些累积的效果 所以他花一块钱 你必须要花相同 要花一倍的 你的倍数要相乘 要一倍的 要占有率法 所以市场占有率法 是属于这种方式的 第二种客观辨率法的 第二种方法叫做 目标达成法 目标达成法叫做 你按照销售的一定的目标 逆推回来 来请找你广告要投入的目标 通常这都必须要建立在一个非常精密 严谨的一个经验值的累积上面 像日本电灯公司它一个 Media and Advertising Planning Model 叫MAP法 MAP法就是按照什么呢 按照它的知名度要达多少 然后理解度要达多少 兴趣度达多少 之前我们谈到电通的那个 电通的那个CSP曲线的时候 曾经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要达到目标占有率 目标的那个知名度 理解度 兴趣度 预求度 然后逆推回来 来看一下我们到底 它累积的十几年的那种经验值 累积你是新产品或是旧产品 你有没有做出销活动 累积回来 你来安排一下 你的广告预算要安排为多少 所以这种有一定的数字模式 所以它不是一两个数据 所能累积的 那另外台北有种经验法治 从我们在讲前面媒体安排的 GRP的那个道理一样 台北有个经验法治 针对一个新产品 一个Flight 只有13个礼拜当中 前13个礼拜 我们目标要达到 70%到75%的知名度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投入多少呢 如果大家同学没有忘掉的话 我们上一讲师曾经讲过 要投资2000到2500个GRP 那2000到2500GRP 再逆推回来 去乘以一个GRP 平均多少钱 我们用CPRP去算的话 大概就可以估算出 我们大概要安排多少广告预算 这叫做目标达成法 按照你的目标逆推回来 那台北的经验值是按照 你13个礼拜 也就是前13周 新产品前13周 为了要达到知名度 70%的时候 你要花2000到2500个GRP 这个水平 那电通则有累积了10年的 这样一个经验值 来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那这叫做目标达成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率送法 率送法这也是经过很多的数字 来加以累积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什么呢 这个轴是广告率 广告量占有率高 或是低于市场占有率 这高就是加 低就是减 高于市场占有率5 那4 3 2 1 然后第一市场占有率 1 2 3 4 5的 这就是高于的这个比率 所以呢大致上看起来 这边底下是什么呢 市场占有率 所以大致上讲起来呢 市场占有率1到3的话呢 它的那个广告量呢 广告量要高于市场占有率的 5%左右 所以平均起来 你从这个曲线来看 平均起来呢 大约也是两倍左右 我们再看一个 4到6 4到6 然后它就加4 等于一倍 等于两倍 等于要8 百分之8的 所以算送法 大概讲起来 跟我们刚刚讲 Packham的道理一样 大概是两倍 也就是我们大家心目中 如果你是一个新产品 你的市场占有率 要达X person的时候 你的广告占有率 必须要大概两个 两个X person 两个X person 所以这是广告占有率 跟市场占有率的一个水平 所以这称为叫做率送法 率送法 那率送法 我们再从这张 刚刚是图 再用这张表来看一下 SOM SOV SOV就是市场占有率 SOV就是广告占有率 广告占有率 1到3的时候 那它大概SOV是 SOV就是广告占有率 是6到8 4到6的是8到10 所以看起来 右边几乎 大概平均起来 是右左边的两倍 所以我们心目中 可以得出一个经验值 大概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新产品 在市场上 市场上 你要在市场上推出的时候 你的市场占有率 目标 如果是X person的时候 你的广告占有率 必须是2X person 两倍的X person 这就是我们想说 那个目标 是市场占有率 或是率送法的一个方式 好 那广告预算的分配呢 我们广告预算 安排出来以后呢 我们要按怎么样来分配呢 比较好呢 我想底下 我们来加以说明 广告预算呢 第一个 按照时间的分配 比如说季节 以旺季 淡季来做区分 当然有些情况 会比较特殊了 比如说 一枚冰棒 我们前面有提到 一枚冰棒 它在冬天 做冰淇淋的广告 冬天做吃冰的广告 这种东西 就比较突出 那冬天做冰 吃冰的广告 有一个好处就是 大家都不做 做广告 你做广告 可能会有 比较有凸显的效果 但是呢 一般讲起来 都会按照 淡旺季的区分 所以按照时间分配 你要看一下 你的产品 在市场上走的走势 哪些是旺季 哪些是淡季 按照淡旺季 来作为你的什么呢 你的占有率 你的广告量的 一个播出的 一个季节安排 所以第一个 是按照时间的安排 第二个是按照什么呢 地区的安排 当然呢 台湾的地区比较 敷衍比较狭小 不像美国或是中国大陆地区 中国大陆地区 你要按照地区的安排 它地区有地区的 媒体的安排量 所以你按照地区的安排的话 你可以做什么呢 做一些区域性的安排 那像台湾当然也有了 比如说商圈的安排 比如说一些地方 像捷运报纸的安排 你就可以考虑到地区的 一个安排 所以第二种方式 安排是地区的一种分配 第三个是按照产品的分配 比如说你的产品 是系列性产品 比如说你的产品 有很多的不同系列 A系列 B系列 C系列 你就按照产品销售的比重 来做一种巧妙的安排 那另外一种是 按照对象的安排 你的市场区隔 有不同对象 按照对象的安排 那以上呢 就是一种我们 广告预算的安排 跟广告预算的分配 那这个讲次呢 我们就播讲到 这地方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礼拜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